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潮間帶 它漲潮的時候 滿到可以 我們現在腳這邊 都滿都是水 那退潮就往外退了嘛 海岸線就往外退 就是會露出水 它第一次帶我來 連那個平潛的 那個酒吧 那個我都已經買好了 因為我不會有緣 他只想要偷來 他死都不用 滴水是冰的 超舒服的 來吧 我們從小就在這種環境玩 玩海邊的東西 那想吃什麼 自己到海裡抓 或者是吊 其實 漁民是一個很辛苦的行業 沒有什麼小開大開 大家都是跟做工的一樣 可能我們家本身 從爺爺爸爸 鼠鼠勃勃他們接手 再來這一代沒有人接手 那就會覺得 蠻可惜的 有時候他們 他們抓到的漁獲 生態的問題一點比一點少 再來價格 不見得會比較漂亮 才想說那什麼 是不是可以試著 轉型成一些 伴手禮啊之類的 不只是我們家啦 八頭子這邊 幾乎都是杏度 我本身也是杏度 就是左鈴右盛 全部都是親戚 那也幾乎全部都是在捕魚的 有沒有 就是在這個環境之下長大的 這樣 就是都在忙著店的 裡面的事情 還 排不出時間去度蜜月 我們有上去那個 中樓那邊拍照 這排樓 就是上面那邊拍照 然後有人下面這邊這樣 認識它是我第一個認識 信度的 後來就接連整個村莊 都信度的 跟我老婆在一起之後 因為 它家本身也算是這種 傳統產業啊 我們兩個就討論說 咦 那我們要不要把兩邊 主要生產的東西 來結合看看 看能不能夠 搞出什麼東西啦 所以才嘗試著 從我們第一樣產品 海鮮蘿蔔糕 開始做起 我們其實從一開始的時候 從在研發產品的時候 就 大家就不看好 工廠裡面的 我們看起來都 很衝動 我們做了很多 這邊的人 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我們把 飛魚卵啊 小卷啊 做到蘿蔔糕 這件事 因為飛魚卵 它那時候還贏黃金 其實它蠻鬼的 我永遠都記得 那時候還沒有店面 然後在家裡的小櫃子 吵得不高 我吵到後來是邊吵雲糊 我是吊雲糊 我就不想睡覺 然後會在旁邊摸泥 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 你快可以睡了 再撐一下這樣 我們的感情是在 創業的過程 建立起來的 剛結婚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 都很像靈魂真的 然後 當創業的時候 你也很想結束 真的 可是當結婚跟創業 這兩件事搭在一起 我們投入的 都是我們 畢生的積蓄 投入婚姻這件事情 也是你往後的道路 不同的轉彎 那 兩件事搭在一起的時候 你沒有輸的本錢 你知道 會變成這樣 所以 很長啊 吵架就是 他說 他說要把店收起來 我說要離婚啊 可是 我不想要收店 他不想要離婚啊 所以 我們其實一開始 一直在這樣的磨合過程 像這個 就是我們家自己船抓的透抽 那你可以看 他是完全沒有泡過水 他上面的斑點是很完整 都沒有暈開的 表示他的鮮度很高 就是在客人點的時候 我們才會準備 你可以看到很完整 然後就是一隻一隻的小卷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整個過程喔 從他就是生鮮活動的 一直到他下鍋 我沒有任何調味 我也沒有 泡任何東西 也沒有醃漬啊 就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把他的內臟清掉之後 我們就直接烤了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任何的 其他的加工 等一下會更大聲喔 好 我要蓋鍋子了 像很多天家裡面的哀哲 你很不怕喔 你這個清眼門家 又不是說那種淨口的 你明明就是活的 活動的東西 把它做成這個 可是這就是所謂的轉型啊 現在的消費者 很多年紀比較輕的 你就算讓他買一盒小卷回去燙 他都覺得只要開瓦斯爐 他就會害怕 最好是他的東西是打開就能吃 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 是因為客虛的反饋 就是這些資訊的反饋 然後 才會變到說 我們會去研發這種 他又有在地特色 在地取材 那所有的地產地食嘛 這整個就是 你每天在跟他 出發 你看他這樣子就是一隻小卷 然後他完整的樣子 然後 客人拿到就是這樣 他是在於生長大的孩子 他的觀念就是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那東西什麼等級就什麼等級 明明他的名下就是 比我們小的還要小 他就說是超大名下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人家這樣就叫超大 你這個就可以叫居無爸爸 然後他就會跟我講說 不行 像我們漁船的分族 這個就是小的 他那個腦袋 你沒辦法打開他 跟他講說 這是行銷手段 他其實是一個小的大腦 然後很蠢 我就是蠢蠢 蠢蠢這件事情就是 不華麗 可是很重的